从上海启程的国足大部队 已经在当地时间今天下午4点25分 抵达东京成田国际机场 吴雷与入籍球员蒋光泰 也差不多于当地时间今天傍晚抵达日本 他们在成田机场碰到了大部队成员 三名规划球员洛国富阿兰·费南多 虽然在由巴西圣保罗飞往东京的过程中 受航班临时取消影响被意外滞留在中转地 荷兰阿姆斯特丹 但经过球队保障团队的积极运作 他们的新航程已被确认 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将于当地时间24日上午9点45分 飞抵东京 其实这一次出征日本、越南 没有一个球迷相信国足能够取得佳绩 以国足现在的实力和状态 不要再次出现既输掉了比赛结果 又输掉了比赛的过程 连累对方门将因为无事可干而感冒的情况 我们就要谢天谢地谢亚龙了 对于这一场即将到来的中日大战 前日本传奇球星小野生2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 中国男足是一支亚洲强队 规划球员的个人实力非常出色 再加上一个在西班牙人效力的无垒 他们有能力给日本队造不少麻烦 日本队必须要在第一分钟就投入百分百的努力 否则想要取得理想的结果并不容易 或许小野生2过于抬高了中国男足的实力 虽然这些年 我们做了不少的工作 不仅聘请了李皮 西丁克等世界级名帅 还规划了费南多 埃克森 洛国富 阿兰 蒋光泰等外籍球员 可是这并没有真正提升我们足球水平 中国足球和日本足球的差距依然明显 至少有20年的差距 遥想20年前 我们足球水平稳居亚洲准一流的水准 虽然踢不过伊朗 韩国 日本等球队 可是场面上并不输给对手 甚至有时候能够取得胜利 正因为有这样的实力 再加上天佑中国 让我们抽到一个上上千 国足才能创造历史的杀入韩日世界杯 可是自从那一次高光时刻后 我们的足球水平就每况日下 不仅被韩日一这些老对手彻底拉开了距离 也被卡塔尔乌兹别克斯塔完全超越 要不是吴磊的灵光一线 恐怕国足就与亚洲三流的越南队 平起平坐了 究其原因 还是中国足协至今没有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发展方案 职业联赛一直无法摘除伪职业的帽子 清训体系彻底崩塌等等 更令人被挨的是 当吴磊 张宁鹏 吴锡等人退居二线的时候 国足恐怕连12强赛都无法参加 请不吝点赞